好来看到台湾休闲农业协会补助各地休闲农业区 团体旅游体验形成每人200元的优惠措施 让休闲农业区在疫情的当下 能够有更好的旅游活动 让游客来体验农村的生态旅游 疫情不能出国 但是也能够有不一样的旅游体验 收封休闲农业区在台湾休闲农业协会的补助之下 推出每人200元的优惠补助 让游客能够走入乡村 体验生态旅行的另外一种国旅模式 然后所以现在只要是合法的公司行号 包含教育机构就是我们所称的学校 以及旅行社 然后都可以先去台湾休闲能力发展协会的官网 先线上填报 然后在出团 一定要在出团前的15到30天之前 一定要先填报完成 然后符合资格之后 就可以来跟我们休闲医这边做接洽 然后每人可以补助 最高可以补助到200元 然后所以你们就可以有这个补助之后 也可以就带着自己的学校 这些旅行社都可以来我们这边休闲农业医 疫情影响了许多民众出国旅游的计划 而在台湾目前也正在盛行农村生态旅游 让游客不只有旅游的放松心情 还能够体验不一样的农村生活 多样形态的寿风休闲农业区 值得你来体验游玩 记者林杰寿风箱采访报道